欢迎来到一步一千坤 这一期我们到非洲 到摩洛哥的卡山布兰卡去玩咯 好期待哦 就让我们暂时告别加拿利群岛 飞到卡山布兰卡 摩洛哥位于北部非洲 地跨大西洋河地中海 在支布罗陀海峡的南侧 它又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最西端 一下飞机就感受到了伊斯兰的气氛 机场的名字叫莫哈默德武士机场 好吧 让我们去打卡这里最好玩的地方 首先来到里克咖啡馆 去重温这个城市的那段经典 这个咖啡馆的存在 都是因为这部电影 一切都还是电影里的那个老样子 物是人非 不见了里克和 要了杯啤酒 最经典的那一款 赛姆的钢琴 换成了黑色的现代款的了 赛姆的弹琴和唱歌都非常棒 不知道电影里的故事是不是发生在这里 但是这个咖啡馆是完全按照电影里的场景布置起来的 在这里仿佛能让人回到上世纪四十年代 二战时期 欧洲人在躲避战争大逃亡的那段经历 在这个电影中 在这个咖啡馆里重现 来杯咖啡也是经典款的 加不加糖 不加 在这里一杯啤酒 一杯咖啡 重温了奥斯卡的经典 谢谢 谢谢 李克咖啡馆 谢谢 坎山布莱卡 谢谢 莫洛哥 现在来到哈桑二世清真寺 它是整个摩洛哥国家的象征 据说是唯一一个建在海面上的清真寺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之一 仅次于麦加和麦迪纳的 它的宣礼塔有210多米高 是世界上清真寺里面最高的 它宏伟壮观 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在这里朝圣 并且向游人开放 非伊斯兰教徒也可以进去参观 这座清真寺是以摩洛哥的前国王 哈桑二世的名字命名的 这座巨型清真寺 是名剩 但不是古迹 它刚刚建成20多年 内部的大殿更是显得气势灰宏 结构设计非常先进 里面有2000多本巨型的柱子 大殿的天花板上 居然还有能自动开合的巨型天窗 这里是朝圣区 穆斯林的声音会通过宣礼塔 传到真主那里 要了解伊斯兰文化 那就从了解清真寺开始 这里华丽凝重 色彩斑斓 福利堂皇 有庄严树木 这座清真寺 很好的向世人展现了伊斯兰的文化 现在让我们去看一看摩洛哥的美食 最让我们难忘的是这里地中海的海鲜 这种漂亮诱人的红虾 参与地中海 是我们吃到过的最鲜美的虾 味道甜美 香腻 独特而复杂的味道 个头也是大得惊人的 光一个虾头就能吃个蛋饱 别急 看看海鲜摊上还有什么 这个台湾的东西真不错 这个龙虾的夹着跟我们南太平洋的不一样 看起来不如我们的红龙青龙那么安静文雅 更加热爱和平 活的大猫虾 这个叫什么呢 活的 它的中文名叫佛手罗 也叫归竹 还有一个优雅的名字叫俄静藤湖 据说这个是在悬崖底下扑捞的 冒着生命危险 感谢龙门客栈 呃错了 是新龙门餐厅的精湛厨艺 让我们品尝到了鲜甜爽脆的白酌 佛手罗 这种鱼叫敏鱼 在很多地区属于保护鱼类 清蒸以后 腼甜细腻 回味无穷 每天都去逛逛鱼室 每天都在这海鲜堆里快乐着 还给热情洋溢的 莫洛哥渔民交上了朋友 所以呢 莫洛哥之行是满足的 愉快的 大块朵鱼 大饱口福的 莫洛哥有的独特的文化 有着热情洋溢好客的人们 这里是1001月的故事开始的地方 烤山布兰卡大多是白色的房子 号称白色之城 听说还有红色的马拉卡石 黑色的梅克内丝等等等等 不同的颜色成就了不同的城市 建造了不同的城市 这就是莫洛哥独特的文化之一 走街串巷可以看到最真实的 最接地气的 坎山布兰卡 虽然地处非洲 但又不同于其他非洲国家 人种和文化都不相同 他对于我们是陌生的 短短的几天不足以了解更多的 莫洛哥的风土人情 和历史文化 所以期待再次来到莫洛哥 去领略他无尽的风采 我们的坎山布兰卡之行 就先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